在医疗团队里 如果说医师为患者 工服具协助复健营养胃教 最重要的是护理师带来他们真挚的关怀 我们是觉得说 阳明居家的宦馆 对老人家的一个感染问题 照顾得非常好 再来还有就是他专业的团队 包括了像营养师 复健师 还有药剂师 甚至于我们的专科医师 护士 在他们的协助下 我们做的照顾非常的稳定 这是我的愿望 所以我一直想要做居家会试 这也是我能够做的 就很珍惜的工作 阳明院区长期照顾服务的内容 包含了访试 疾病诊断 居家护理 居家照护 医师住诊 医师住诊 辅聚租界 站脱 职工服务 在居家治疗的部分 更包含了 更包含了物理 职能 营养 呼吸等等 全方位的涵盖了这些家庭的需求 阳明院区这边的 就是在长期照顾的这一个部分 那我们有分为两个部分 那一个是我们的居家护理 那一个是我们的长期照顾 就是以前的士林长照中心 那现在是 等于是因应内政部的一个大温暖的一个推动的一个活动 所以等于说设证跟卫证连结之后呢 那我们现在目前叫做台北市的长期照顾中心 北区分站 在北区分站这边的服务内容 主要是以个案的转介服务为主 甚至他们有咨询服务 电话的服务 那还有就是辅聚方面的一个服务 那另外在那个居家护理的部分 我们提供的是三管的服务 所谓三管就是鼻胃管 导尿管跟气切 那另外还有伤口的服务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 我们还有就是针对这个养护机构的一个服务 当然在居家护理的部分 我们是大概两个礼拜 我们会到机构里头去更换管路 可是每两个月 我们就会有整个专业团队到这个机构里头 去做这个访试服务 那当然在这个整个专业团队的话 我们是一起过去的 所以在医师的部分 他是做就是病人会诊的一个服务 了解一下就是说 跟我们这个居家照护合作的这些个案 他的一些需要的一些医疗照护方面的一个部分 那在那个物理治疗的部分 就是好比机构里头 他有一些长者可能需要做一些复健 那就是由我们的副健师给予这个就是肢体方面的一个协助跟卫教 营养的部分就是针对机构所有的一些住民 我们会提供一些菜单 然后甚至告诉他就是在营养方面可能要加强补强的部分 那我们整个专业团队看完了之后 我们会在这个机构里头我们会进行这个个案的讨论会 那这个个案讨论会我们会针对个案的一个问题提出来 然后就是也会要求这个机构做一些改善 居家照护的护理师每天不停地奔波 为病弱的长者更换管路 清理伤口 这群白衣天使带着护理装备走出医院 走向民间的养护所 走进需要照护的病患家中 每个月三位居家护理师要照护三百多位病人 辛苦的行程不嫌远 沉重的装备不觉得累 在他们是一份甘之如鱼的工作 他们不只照护患者的身体 也安慰着他们的心灵和生命的尊严 阳明院区的医疗团队 他们不辞辛劳地走出医院 把阳光洒落在人间 仿佛是带来温暖的天使 让每一个阴暗的角落都重新绽放光明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